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并且他还认为美国的航空业短期是看不到光明 并且复苏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 这一态度也是影响到了美国股市 在周一美国股市盘前也是出现了大幅的下挫 很多投资者也是受到他这一表态的影响 对于航空业甚至是整个美国经济都展现出了一个悲观的论调 这已经不是股神巴菲特第一次在航空股上吃亏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巴菲特就一度在航空股上升套 但是在那一次他是能够全身而退 然而这一次他却只能忽略地亏损数百亿美元而离场 这是为什么主要是巴菲特认为 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美国的航空业遭遇了危机 要远甚于上一轮的经济危机 因为短期的疫情持续 导致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纷纷地削减航班 而即便是只保留了少数航班的情况之下 也是客流量寥寥 因为在目前的瘟疫情况之下 哪怕各国的疫情犯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中国大家都已经复工 但是在美国疫情依然非常严重 在没有特效药或者是在疫苗出现之前 哪怕只有少数的感染者 只要防控不利就会出现严重的疫情的爆发 这对于航空业都是非常不利的情况 而即便是疫情过去 在经历了寒痛的教训之后 很多的消费者也会尽量地远离人群密集的地方 比如说电影院商场 甚至是邮轮和飞机这样一些病毒的温床 因此对于航空业来说 巴夫特所认为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复苏 是毫不夸张的 航空业本身的特点 也是让巴夫特对这一行业避之不及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经济危机之后 美国的航空业仍是仅仅过了几年的好日子 并没有太多的积累 也就是说地主家并没有余粮 而在当前的疫情之下 美国的这些航空公司需要继续支付债务以及利息的支出 员工工资 这样一些成本依然需要支付 而飞机的维护也是需要大量的资金 他们的账面上很有可能已经捉襟见走 在没有政府支援的情况之下 很有可能很快就要面临破产的窘境 如果不在此时壮实断腕的话 本金都无法收回 我们也知道在上一轮经济危机之前 美国的航空公司是远多于目前的数量 而目前只剩下几家巨头 也是因为行业占一个特点的原因 我们再说一句题外话 在美国的航空公司处于比较糟糕的情况之下 可以想象美国的波音公司的情况 也很有可能好不到哪里去 尽管波音公司短期在一个底部的位置 但是对于投资者来说依然需要谨慎 因为在波音公司的主要大客户 资金捉襟见走的情况之下 波音的订购的飞机很有可能会遭遇拖延 或者是取消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今年以来 不光是普通的投资者 甚至是股神巴菲特也是遭遇了他人生以来 比较罕见的情况 就在年初他曾经一度表示 他活了八十几岁 也就见过一次熔断 但是很快他就已经见到了五次熔断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巴菲特在年初航空股大跌的情况之下 是逆势的介入 而很多投资者也是跟着他 纷纷的做多航空股 那么在巴菲特割入之后 很多投资者就要问了 那我是继续保留航空股的 还是跟随巴菲特的脚步呢 我们都知道普通投资者的眼光和自己的人脉圈子 是远远比不上股神这一类的人物的 因此呢 如果股神看到了什么 让他不得已割肉的这样一些情况 那么普通投资者一定需要谨慎 最近呢 美国的航空业一直是一个相对比较脆弱的行业 就比如巴菲特曾经割肉的美国航空 在上一轮经济危机 也是一度遭遇到了破产的情况 而在巴菲特割肉之后 那么我觉得普通投资者也不需要心存侥幸 因为呢 如果出现比较极端的情况 很有可能也会让普通投资者遭遇到无法承受的一些后果 那么牵涉到整个大盘 很多投资者问 巴菲特都开始割肉 那么美国股市还能后视继续看多吗 我个人觉得 如果在美国经济的情欲表 航空运输业出现了比较糟糕的情况之下 那么投资者并不能对于整个美国经济继续感到乐观 毕竟呢 股神割肉也是 我从业这么多年以来 所第一次见到的 在股神对美国经济和美国的航空运输业 并不乐观的情况之下 投资者一定要保持谨慎 个人觉得在后世 黄金可能是比较好的避险的天堂 而像美国航空运输业 以及邮轮或者是娱乐行业 很有可能会继续遭遇到疫情的冲击 后面这些公司当中 这些资金链比较脆弱的公司 很有可能会成为这疫情的牺牲品 投资者一定要保持谨慎 那么在股神割肉之后 对于投资者的投资建议呢 我个人认为 基于我上一轮经济威胁的经验 投资者需要考虑那些 能够在逆境当中进行扩张 或者是具有比较强劲的资产负债表 或者现金流的这样一些公司 就比如说在上一轮经济危机当中 摩根大通就是进行了逆时的扩张 也是成为了危机之后 表现最好的银行股之一 那么在其他的行业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认为 在具有这些特性的公司 也是非常值得投资者所去追捧 或者说这才是比较真正的避险天堂 好 感谢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